重温经典,一股奸经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来开启孙子兵法的第二篇作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持车千四,隔车千胜,代价十万,千里亏粮,则内外之费,兵客之用,交妻之财,车甲之凤,日费千斤,然后十万之师俱义 曹涛对他的注解是欲战,必先算其费,物应良于敌,要打仗想算算花多少钱 想想能不能从敌人那里去搞到粮食 张玉的注解叫计算一定,然后玩车马,立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做战备,估刺激 他这里讲孙子兵法的逻辑顺序,先是妙算,要五十七计,看看有没有胜算 如果有了胜算在握,决定再开始打,然后就开始接着算,算什么呢?算费用 预算,要算算要花多少钱 于是孙子就开始计算了,要多少兵马,要多少钱 持车千四的意思是什么呢?持车就是战车的意思 四呢就是四匹马拉的那辆车,因为跑得快 孙子的时代马凳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骑在马上厮杀还不稳当 所以没有骑兵,都是战车 司马法说一车,车上配,甲氏三人,跟着雇足七十二人 跟后来的坦克的战术差不多嘛,就是坦克在前面开,后面跟着一堆步兵 所以一辆战车是七十五个人,在战车上面有三个,下面有七十二个步兵 我们读史书,常常读到在千称之国 就是说有一千辆战车,就七万五千人的部队,这就是它的军事实力 隔车千称什么意思呢?隔车就是资重车,它运粮食的 这么战具啊,催具啊,衣服啊,这些物资,用隔车来装 司马法说,一辆隔车配十个催事员,五个保管人,五个管养马的,五个管砍柴打水的,一共二十五个人 所以一千辆隔车就是两万五千人,加起来就是代价十万 一千辆四匹马拉的战车,配备七万五千人 一千辆自重车,配备两万五千人,加起来就是十万人的一个军队 这么大的一个军队啊,还要千里溃量,你还得给它运粮食啊 古代打仗,运粮食的大事 你看,祖国人要不是有那个什么木刘,这个刘马,来去运粮吗 因为很难运粮食,如果你远真匈奴的话,出发 你要有实车粮食,运到前线部队,只能给它两车 为什么?因为你四车粮食被运粮的部队在去的路上就吃掉了 你还要留四车,让它们回来路上吃 因为还有好几个月它才能返程啊 如果粮食不够,它们在路上就饿死了 所以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李全说千里之外运粮,得二十人奉一人 就是用二十个人的口仰才能运一个士兵吃的东西上去 还有迎来送往的一些使者啊,宾客啊 车甲器械的修缮啊,叫什么胶啊,漆啊,这些材料都是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日费千斤,十万之师才能运转 所以孙子兵版第一篇讲实力对比,讲风险评估,渗算几何 第二篇就开始讲预算,讲费用,讲资源保障 这和我们企业经营的道理真的是一模一样 原文 其用战也胜,酒则盾兵错锐,功臣则力驱,酒铺诗则国用不足 贾灵的注解是,战虽胜人,酒则无力,兵贵全胜 盾兵错锐,士伤马匹则驱 意思就是战争是为了获利嘛,如果你打的时间太长了 消耗太大了就得不偿失了,酒铺诗则过用不足 就是长期征战,国家就拖垮了 所谓汉武大帝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嘛 咱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还有一些什么电影电视剧上啊 看武帝的形象是相当的高大上 而事实上像他这么穷兵独武,大多国家也被打拖垮了 他不仅仅把政府给搞破产了,而且全部人民都被逼着破产了 所以孙子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因为自己是将军 自己是兵家,就拼命忽悠主公去打仗 好让他去建功立业 恰恰相反,他拼命劝你别打 因为他是真正的智者和真正的人者 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人性的弱点就是浩大喜功了 那不光统治者浩大喜功,小老百姓也喜欢浩大喜功 他当了炮灰,被填了万人坑,被搞得家国人亡 他还是崇拜那些浩大喜功的统治者 汉武帝之士被称之为盛世 汉武盛世嘛,他继承的是文景之志 文景之志被人称之为智世 中国历史上的好日子就是盛世和智世了 人们都兢兢乐道是盛世,盛世天下 却不知道智世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盛世你有可能会被搞得家破人亡 做了盛世赞歌当中的炮灰 智世是什么?智世就是修养生息,税收极低 一般来说智世的税收都是三十税一 你赚了三十块钱,你只要赚一块钱的税 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过路费啊,过桥费啊 全部都没有 民营企业投资自由,别说什么负面清单管理 连负面清单都没有 祖海造岩,开矿链铁 甚至你开铜矿来助钱,全部自由 因为在古代的那个钱是既种植的 只要你的重量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来进行使用了 跟现在的自由经济的国家一样 罚钞票的银行也可以是民营的 文景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被人称之为智世 简单的说智世就是自由和自治的一个社会 小政府不去干预太多民间文化的经济和生活 法无禁止皆可为 而法禁止的东西很少 就比刘邦的那个约法三章可能也多不了几条 在这样的修养生机 民间的活力空前的释放 社会财富也会迅猛的增加 文景治治下来到了汉武帝时候 国库的钱粮子啊 这些什么钱财粮食堆的已经放不下了 史书上说拴钱的那个绳子 那个麻绳都烂掉了 钱还没地方花 于是汉武帝就开始找地方花钱了 他现在很多人有一句话叫名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也叫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啊 最近战狼二很火这是愤青们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会满含 这个热泪和激情但是在当时这句话的背后可是从政府到民间的全国性的破产 汉武帝这句话就是他发明出来的 汉武帝时期流传的一句话 民犯强悍者 随便必诛 汉武帝年年穷病毒开疆拓足 国库很快就空了 他开始搞国营企业 所谓的盐铁论盐家 你盐总为家家都要吃吧 有央企垄断民间不许经营 农业社会你家家总要有镰刀锄头来去耕地吧 那央企垄断了开矿炼铁民间也不许经营 中国由央企来垄断国际民生 形成第二税务局的制度 发展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子 固化于汉武帝时期 一直到今天吃盐还是央企垄断 盐刚刚被开放出来 有民企可以经营 你看垄断了几千年 央企的钱很快也就不够汉武帝花了 他开始加税 加税也加到头了 他开始对社会财富的存量开始收税 要求全国中产以上的人 向政府申报财产 然后刻意财产税 大家当然不愿意报了 获得少报了 汉武帝遇事就下令全国人民互相举报 有虚报的邻居或者朋友 你都可以向政府来进行举报 只要你举报 就可以获得被举报财产的一半 这一下子 潘多拉的磨合被打开了 官吏趁机开始勒索 没有虚报的也被误成了虚报 所有中产以上的人全部破产 到了汉武帝晚年 国家快玩不下去了 空前巨大的政治压力 让他给全国人民写了一封检讨信 他说朕继位以来 所谓狂辈 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是有伤害百姓 弥废天下的稀罢者 就是 就我从当上皇帝以来啊 所作所为非常狂辈不济 天下 因为这因为我的这些狂辈 过的日子很苦 已经没办法追悔了 追悔末迹啊 今天如果有伤害百姓到的所有的一些制度 就都废掉吧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的罪己诏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轮台罪己诏 原文是 福 盾兵错锐 趋力当祸 则诸侯称其避而起 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裔 故兵文拙素 未堵巧之久也 就打仗打的时间太长 后方和外交都会出问题 如果兵脾气多 历境裁节 诸侯列国都会趁你的危机而发起兵攻击你 到那个时候再有智谋的人也束手无策 所以用兵只听说过老老实实 速战速决 没有听说过什么打什么持久 中国打过持久战 那那是因为日本在主导 那日本很难 如果以日本的视角上来说 他来打持久战对他极为不利 这是为什么毛主席提出了论持久战 因为对日本不利持久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你在我本土作战嘛 当然我打的越久 对我越有利 因为你的国力会被你所耗掉 那对于我来说 第大五波 日本和中国不是同一个概念 中国的地域面积比日本大不知道多少倍 典型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呢 是隋阳帝阳广 他的性格和汉武帝差不多 能力也很强 也是绝顶聪明的人 文武双全 能走多劳吗 他给自己取了个年号叫大业 他要做一番大事业 开挖大运河 开挖大运河就是他责备子孙的大事业 如果你只做了这一件 你就真的名随青史了 但是人生苦短 他要把集中力量把大事都干完 于是千都洛阳迎剑东都又清真土余魂三发高格力 搞得名穷财敬天下愁苦 为他造船 功期之井啊 让工匠脚一直泡在水里都伸得蛆了 于是杨玄敢李密等英雄称臂而起 天下打乱阳广也就此丢了脑袋 虽然力就这么没了 孙子这篇兵法是写给五王和驴的 不过和驴后来也成为了这一条的反面案例 就是无处之争 说是无处之争 其实发源起源于两个小姑娘 在一棵树上争那个桑叶 他们抢啊这个棵树上桑叶是谁的 就回回去自己家里去喂馋 吵了一架或许还动了手 结果双方家长们比较火爆 然后超级家伙就打起来了 死人据说 双方的边防官就动用了军队 最后发展成两国大战 大战的结果就是无军攻陷了楚国的首都 引渡 楚昭王逃亡了 这就是春秋战国史上第一次有诸侯国的国都被攻陷的事情 吴王那个兴奋呢 于是就呆在引渡里作为作府 时间久了 越国看他在军队呆在楚国 国内空虚 就趁其避而起 发兵攻武 楚昭王呢又从秦国搬来了救兵 河驴和秦军作战部里他的弟弟这个时候叫傅盖 起了一心也趁其避而起 偷偷溜回国自立为王 河驴赶忙就回国平乱 好歹应付过去了 傅盖呢就摔了自己的肚下 投降了楚国 所以河驴打了一个空前大胜仗 但是呢却不能见好就收 反而差点覆灭了 打伤元气 什么利益没捞到 自己国家还团糟 这没有什么利益 当初为什么要打仗呢 人总是会为了这个做事而忘了自己的目的 往往就是这样 兵闻卓素 未堵乔治久也 巧的东西长久不了 就那一下嘛 就像是时尚的衣服一样 也就穿一技 最时尚的可能你也只能穿一次 就跟那些明星奏 什么嘎那红毯一样 标准的衬衣却能穿十多年 卓素的意思 曾国藩把它理解为不及二素 从战略上来说 从人生道路上来说 老老实实做事 踏踏实实积累 每天进步一点点 二十年你就会超过所有人 功夫都在平时 都在基本面 从打仗来说呢 卓素就是准备要慢 动手要快 这就是林彪著名的叫四块一慢的战术 四块是什么呢 向敌人前进要快 进攻时要善于出其不意 长途温习抓住敌军 第二个快的叫攻击准备要快 抓住敌军之后 看地形拳突破口 调用兵力 布置火力 构筑攻势 战斗动员等等 各样准备都要非常快 第三扩张战果要快 突破一点之后 坚决扩张战果 使敌军无法恢复防御 第四追击要快 敌人溃退之后 要猛追到底 使敌军无法逃跑 和重新组织抵抗 一慢是什么 慢就是发起总攻要慢 要再查清楚敌情 地形 选好突破口 布置好兵力 活力做好准备之后 再发起进攻 林彪的四块一慢 就是孙子冰把兵贵着速的最好的主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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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